飞机的起飞仰角是多少?下降是平住脚吗? 过去由于飞机发动机的动力不足而迫使航母上的人员研发出了小角度斜坡的飞机起飞方法,这种小角度斜坡一直被沿用至今,而它存在的目的是为了给起飞时的飞机一个面向天空的角度来帮助飞机快速起飞。 飞机抬头时与地面的夹角,起飞时飞机是向前平滑的,所以这时的这个夹角应该叫仰角。 这个角度没有一定的,和飞机种类以及飞机的起飞状态有关。 在滑越航母上的战斗机飞出的瞬间,仰角是起飞甲板设定的14度,比如歼15。 紧急起飞下,为了尽快拉起,战斗机仰角可以达到接近30度,而如果正常起飞,则可以相对小点,可以在10度以下。 另外,降落时,飞机也是有迎角的,不是平的。 军用战机尤其是推力大的飞机,七八十度都是可以的。 主要分析下民航机,在客载货的情况下一般15度左右迎角起飞,通常不超20度。 但是同样的飞机,空机就可以较大迎角起飞,在不擦泪的情况下。 要知道客机通常比较长,轮子机一距离尾部较远,太大迎角容易导致尾部擦的。 而在重量上来以后,所需发动机推力高,离的速度稍有增加,这时候也没法太大迎角,不然容易失速。 下降也是有一定阳角的,除非你把机翼做的和机身中轴线差很多。 这时候也会将机翼的机翼放出,增加硬面面积,增加收力,降低注入速度。 总的来说,虽然民航客机的机翼有一定的斜角,但还是不够,所以不管飞机起飞,巡航,降落,都是要抬住头的。 只不过平飞时角度很小,可能感觉不到。 如果航母采用小角度斜坡,是可以提升舰载机起飞重量和缩短起飞滑炮距离。 但是这种起飞方式有很大的不足,采用了滑跃起飞方式就直接缩小了航母可用甲板面积。 那一段斜坡只能用于起飞滑跑,不能停留载机及其他辅助车,其次这个滑坡的角度还不能太小。 目前采用滑跃式起飞的航母齐越跑甲板,与航母水平面夹角一般在13度左右。 降落过程保持较小的阳脚,跨落地时再拉一把,让飞机阳脚大约10度,机翼公角大约13度,以这样的角度来保证后轮先驻路。 主要重力还是要靠主轮承担,同时低速情况下,机翼引脚增加,阻力增加,能加快减速的速度,缩短滑跑距离。 总的来说,客机啥时候都有一定阳脚,但是并不大,除了起飞爬升和落地那过程,其他时候我们不太感觉的出来,巡航和下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